首先找到压力产机模块的软件 这个图标 如果没有的话 就去我们的点焦文件里面找 可能就在这里面放着 找到之后发送到桌面 然后双击打开 然后进行端口设置 点击一下 这里会出现端口序列 我们可以选择合适的端口 之前的应该是CAM3或者是CAM4 如果没有的话需要一个试一下 打开之后 打开窗口 显示 打开窗口成功 然后 这个关掉 然后点击读取模块属性 这里会出现类似于通讯超时的字样 这样就是因为我们选择的端口不对 或者是压力产机模块线连接不对 我们可以尝试 另外的端口 这个每台机器的端口可能会有所不同 选择CAM1 首先我们需要关闭之前的 先关闭窗口 然后关闭窗口成功 然后我们打开 CAM1的重新打开 然后关闭 然后读取模块属性 然后这里会出现 数字就会出来 这就显示说明我们读取成功 然后我们可以模块设置 然后读取一下 这里会有技术 然后看到这里选择的是4到20毫安 模式1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要需要选择 选择写入成这样的 然后重新写入 就可以了 然后进行数据采集 这里有数值就可以了 然后点击关闭 重新关掉 然后到软件里边 机器设置里边 如果刚才测试的 某一个CAM口合适的话 我们就需要到软件里边 输入密码12 密码是123456 打开 然后将这个下拉 选择和那个一样的 CAM口就可以了 然后保存 这样就可以了 就会 辖 我来 比辖 我来 我来